時隔多年 今年重開的線下TGS 的確算上是全心回萃大飽可服 展前有老任和索尼中路對居 展前有如龍八接八六 臥龍神惡拉拉拉拉 不過在這場巨星雲集的大作狂潮中 反倒是那麼一部不怎麼欺眼的作品刺痛了我的雙眼 當那熟悉的畫風再一次填滿我的視網模式 那份名為超高效級絕望的記憶 菲野絲的湧上心頭 彷彿再用惡魔般的嗓音不斷呼喊了一個名字 一個本該在外太空 如今卻依舊在地球上肆意妄為的名字 小高和剛 1978年出生的小高 這上學期間一直屬於那種別人家的孩子 有錢又成績好 偷偷的私立學要回公子 但即便是這樣一位尖子生的面對高三的考生 也是黑白熊趕行場 趕得上場趕下場 給孩子趕得人麻的 趕得對未來迷茫的 我學的是啥 我學了幹啥 我能幹啥 一問三不知 這人一麻呀 他就想摸 每天放學回家就找些好看 於是白天在學校考試 晚上回家看電影 看著看著 他考上了日本大學的藝術學部 而小高的目的也很明確 進了這個專業 咱的目標只有一個 成為電影導演 但是電影系這個專業 就像水槽中的新農馬 乍看橫幅版 結果橫骨感 整個專業一大票人 最後能找到工作的可能就那麼兩三個 當然這其中並不包括小高 他不是什麼超高校級的幸運 他只能去實習當個導演助理 但好在他輔導的倒也算是一個名導 創作了復活之日 魔界轉身 李劍八拳傳等多部螢幕經典的 日本暴力篇《宗師聲座型2》 不過這次的工作並不是電影 反而是一部遊戲的過程CG 卡普空的《鐘頭3》 當然在那麼個CG技術 還不夠成熟的年代了這份工作 那的確算得上是水深火熱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和這半年時光比起來的今後日子 簡直是在天堂 總之小高和遊戲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實在是親密過頭了 就在天天蹲棚子裡面坐牢了 所以他崩撤脈溜 潤啊 平日你不是和同學拍電影 自娛自樂就是找點兼職糊口 那超高校級的哲學家 魯迅先生也曾說過 有心未隔狗腿 無心咬貓 貓成群 小高兼職的地方是家附近的一家遊戲點 雖然平時遊戲玩的不算多 但既然是工作相關嘛 你總共要試一試嘛 不然上班你摸魚幹什麼 咳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員工的一個很便宜的內部價格買遊戲 這有羊毛誰不好嗎 羊毛的誘惑在蔓延 摸魚的一隻在高漲 然後撲著撲著 他突然意識到 欸 我怎麼也是導演戲出來的 那去給遊戲寫劇本 也不是不行哈 他便開始以自由創作者的身份 去負責遊戲劇本的外包 這第一份工作 便是偵探神功四三郎的手遊版 年輕那會兒本就酷愛推了一小說 加上神功四三郎這個經典系列 本就有原作支持 小高寫了前面要做一個德心應手 大學四年拍那麼多電影 沒有這一部寫的順暢 啪啪啪啪總共寫了五六章那種成品的反向 還賊好啊 小高頓時誤了 或許我是說我還挺適合做遊戲的 不對 我就是要做遊戲 還不是那種復刻別人的作品 我要做自己的遊戲 於是他很果斷的找了家長 帶著夢一起開始的希望之旅 而這家長便是陪伴了小高近十年的 Speak 所以說出處茅座一般都是打打雜工 不過領導看小高畢竟擅長文字類作品 也沒多想 就塞了個外包給新人釋手 而這外包作品便是 名偵探柯蘭和 經典一少年事件部交錯了兩位迷偵探 沒錯 一部雙突狂型的粉絲項作品 面對最第一份工作 小高對他的態度是10%的認真 通過對兩部作品的認真考究力求 主角的言行與言作保持一致 並且在案件推理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劇情突出一個跌宕起伏 緩緩翔可 總之 雖然這部外包作品具體銷量如何 我們找不到一個具體的數據 不過 口碑那的確是打出來了 小高呢 也終於有了底氣 提高了酷藥帶和老闆之求 我要做原创IP 我要做自己的文字冒險遊戲 老闆一聽 呃 那先做嘛 做得好再說嘛 那小高都就來勁了 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哥們一同討論 做啥 做推理遊戲 行 但是 但是我尋思推理遊戲實在是太多 總得做些差異話不是嗎 那再琢磨琢磨吧 我們要登錄掌機平台是吧 掌機用戶大多是中學生 那中學生喜歡什麼 獵奇 暴力 信 咱們就把這些元素全部塞進去 最好啊 最好再搞個自槍殘殺的模式 你看我身作老實了 兩部大逃殺人氣多高啊 一群人一起殺到只能最後一個 這模式簡直爽嗨好吧 而且 而且還不能叫文字冒險遊戲 太土 咱們管它叫 快節奏推理動作遊戲 聽著多牛逼 整個喜歡人交給上層的 老闆也看他們討論的東西 信 暴力 自相殘殺 快節奏推理動作遊戲 欸 你小子當時不是說推理遊戲嗎 阿里這 嗯 不錯 挺好的 就像NDS吧 一心看好PSP的小高級了 不腫啊 和上次對戰一個晚上 霍華拉場面堪稱滅族者強 對春川魔機是要把Speak 搞個天翻地覆 最終 小高小高Boss一籌 拿下了PSP平台 那企劃定一下就該考慮怎麼包裝的嘛 既然選擇了大逃殺呢 角色首先就不能少 怎麼說你要超過10個吧 但怎麼去給這麼多的角色 利人射呢 小高調查自己的想法 人設連普化 最好直接給代號什麼 天上天下 威我獨尊 我開命燃 你把這些中學人看得下去幾十間的測紙 看不下去我們遊戲嘛 臉譜畫得起碼能讓你一眼看出他幹什麼的不是啊 至於要給個什麼樣的臉譜呢 你別急先設計案件好吧 案件你需要什麼樣的人事我們再加上去 我想讓一個投資就說過人的bro來當兇手 那就塞一個棒球隊員進來 簡單又高效 插句題外話 我總覺得可能 可能就是用完全反過來的創作方式 才會讓小高 嚇人不眨眼吧 於是乎採用更符合年輕人習慣的輕小說是筆觸 小高創作了故事的整體框架與主要人物 並將美術的大人交過的當時還不出名的小松其類 至於為什麼要選那個呢 可能是那個那鬼異陰暗的畫風很符合小高對遊戲的設想 或者說兩個人名字裡面都帶個小字 最後在2010年11月 《彈管頓破希望的學院》和《絕望高中生》登陸PSP 15米而不同才能的高中生被聚集在《絲利希望之風》 告校中他們被外界冠以超高校級的稱呼 什麼超高校級的平面模特 超高校級的程序員 超高校級的格鬥架 巴拉巴拉 學校被完全封鎖而校長居然是一隻黑白熊 在這乍看下還挺萌的小中生的開口就是驚人的小龜 想要從學校出去 那就自相殘殺 玩家需要扮演超高校級幸運的苗木城 來全程體驗這段人性之旅 見證這些學生從互相信任和目共處 到為了利益不得不通下殺手的轉變 而殺人也並不代表一定能成功脫身 犯人需要掩蓋自己殺人的事實 其他人則要搜尋線索找出真正的兇手 這一切的暗後對決 會在名為學籍裁判的場景中進行 選錯的話 那犯人就能逃出身典其他人全體火葬場 但一旦成功找出兇手 嘿 大大大就來了 伴隨著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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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黑白熊輝這群超高校級的選手們 定制一份最適合他們的處心方式 你喜歡打棒球 那就用棒球加特林給你千球揭發 你是個暴走族 那就讓你體驗在摩托上磨滅大盜的快感 讓他們被自己一意為傲的才能 處心迎接真正的絕望 血腥之中帶了一絲黑色幽默 連圈看著直呼把持不住 為了調和學籍裁判的警察氛圍 小高還是給了玩家一些喘息空間 每一站的開頭會有一段自由行動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玩家可以和心意的角色深入交流 並給他們送出禮物來增進感情 當然可以和喜歡的女生花錢月下 也能和摯愛的安妮奇做點男孩子該幹的事情 好感度滿還能得到友誉的象征 內哭 屬於是掏心掏肺了 這種輕度各樣的玩法一方面補足了角色的類在 也能滿足年輕玩家的一些性幻想 另一方面也會讓玩家更多的去思考並規劃時間 畢竟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過著當不死 但玩經典效應第一推的角色 永遠是下張死的角色 小高自己也曾表示他不會可惜角色的死亡 讓角色死的有魅力會讓玩家感到更加惋惜 這樣也是對自己作品的認可 而為了加深劇本的戲劇性 在劇本的中後期突然引入了一個新角色 作為幕後黑手 即便這種行為在推理小說中比較被忌諱 但是他還是做出這個選擇 他覺得細微老邪能突破傳統一戰成名 那我小高也辦得到 於是讓原本已經死掉的角色再次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並解釋之前死亡的原因 通過這種戲劇性的神轉折 給玩家造成精神打擊 讓你親身經歷由希望到絕望的過程 在從絕望之中站起來充實希望 然後 毫不意外 遊戲剛發售的銷量突出一個慘態 首周不到3萬的銷量給了小高和項目組一技重錘 而正當整個項目組的即將化人絕望參檔時 新的商量榜出爐了 彈王論坡突然起飛了 原因倒也很簡單 首發玩家通關了 他們覺得這遊戲牛逼飛了 於是乎口口相傳 然後他就翻盤了 最終商量13萬 在同類題材中取得了較為不錯的成績 法米通也給作品搬進了 《白晶的殿堂》 在遊戲內外都演了一齣 希望戰爭絕望的戲碼 小高一戰成名 粉絲拍手鼓掌 然後 瘋狂給他們擊刀片 彈王論坡的純工 就讓Speak開始重視小高的才能 所謂續作的開發 當然也是提倡了日程的 初代了兩年後 投入了更多資源創作的 《彈王論坡2》 《再見絕望學院》登錄PSP 這次小高打算將作品的舞臺 辦到黑白熊 深憂大山現代女士向往的海島上 並且也因此增加了相當多 不存在校園內的設施 來讓劇情展開 有了更多天馬行空的可能性 當然死法也更離譜了 劇本的質量與人社交 一代格局更大也更極端 那畢竟白之漆還擺在這裡 這誰不愛呢 並且在《學機裁判》中 還加入了更多小遊戲玩法 來讓遊戲的動作性更上一層樓 隨之而來的 便是案件複雜程度與推理難度的 水長船高 尤其是第四章和第五章 那個真是不到最後一刻 實在的找不到兇手 當然小高的刀法在二代 以贏內的顯著提升 殺死金星塑造的重要角色 也都不再眨一下了 幾個人看著老大人好像飄著 什麼主角光環這些東西 都被小高收起倒落 收起倒落 可能他真的想看的是玩家的絕望表現吧 而在結尾還有驚天大返轉 你以為藍國小島實際上是一個虛擬世界 角色的死亡也並不是真實的死亡 一舉打破了傳統懸疑作品中 以現實世界為背景的束縛 更是讓前作的故事線 與二代銜接在一起 決戰演出堪稱完美 首周六連四萬累積 接近二十萬的銷量 讓小高成功開啟了五金點 嗯 收到刀片數量翻了個倍 隨著《彈丸倫破》的人氣攀升 也幫助小高拓寬了《彈丸宇宙》 推出了不少外傳性質的作品 像是遊戲《絕對絕望少女》 小說《彈丸倫破》《霧切》 《彈丸倫破》《石神》 而此時的小高則全身心投入了《彈丸》的最新企划 這個企划分為了兩部 一部是以動畫形式呈現的續作 一部是以遊戲形式呈現的續作 並且這兩個企划是同步進行的 也就是說 小高的重心基本上是只能放在一部作品上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遊戲 至於動畫方面只負責給了一個原案和劇情大綱 然後這部基本沒小高太多事的《彈丸倫破3》 堪稱希望之風劇情的終點的《彈丸倫破3》 拉了大垮 首先是人設方面 由於是粉絲向的作品 所以引入的新角色不算多 但是這個新角色又很不豐滿 很多純純是打個戰友走過過場 前兩作中哪怕是第一輪推上的角色 也或多或少會發揮自己超高小企的能力 到了三代動畫裡面就完全成為了代號 再來是邏輯的矛盾 初代江志寶盾子對於物理洗腦的做法是相當比喻的 這也是爲什麼絕望殘黨願意自願臣服他的重要原因 然後到了動畫 他居然真的給人做了物理洗腦 間接造成了後期劇情的盜報走 到結局世界名畫 我要向世界播放就算希望的影響 你反派靠洗腦就算了你正派也要洗腦是吧 你媽的 你怎麼的 你喝那群絕望菜單有什麼區別 太靈了 看完影像的觀眾都成了希望殘黨 雖說本作劇本和小高關係不大 但觀眾在這一眾staff名單裡面最熟悉的 還是你小高的名字啊 就算編劇有90%的錯 難道你小高沒有1%的責任嗎 所以不好意思小高 麻煩你再收一次刀片吧 當然小高一直是沒所謂的 他將全部的重心 又投入到接下來的這部遊戲中 希望能在最後整出一個震驚所有玩家的大火 並讓這部作品成為自己履歷中的最高傑作 這部作品便是2017年誕生的 彈彎論破V3 V3的故事通篇圍繞著謊言 這一個觀點展開 甚至為了突出這一個特點 讓你玩家的本身也可能是一個謊言 整個故事中充斥了各種虛虛實實 你在過程中不僅要思考信息的真實性 甚至可能還要用到偽證來推進劇情的進展 同時人設水準也不輸給前兩座 三距離不開昏段子 實際上卻是個反差抖M的主見美兔 明明是機器人卻毫無戰鬥力的keyboard 滿嘴真真假假卻能收穫無數信徒的王馬小雞 毫不誇張的說 最初的體驗絕對是質量很高的 除了喜馬多利路把C計畫崩的之外 很難想像他崩盤的可能性好吧 但或許是因為小高自己對於突破的執著 因為或許是他真的抑制不住自己展現刀法的原始衝動 他要把整的大火全部塞在故事的結尾 我要做彈丸盾破版的出門的世界 我就要打破第四面牆上角色和屏幕前的李進行對峙 順便再利用幕後黑手的超高小級的能力 演繹出過往戰友在學籍裁判上 對所有玩家進行靈魂拷問的戲碼 甚至還把聲優商全部拉回來配音 也不知道你這是良心還是沒有心 雖然事後表明是小高蹲在彈丸3的陸玉棚前面 等聲優們配完事後順手拉到V3的棚子裡面 再加入5分鐘搞定的 問題是你以為我以為大家都以為 他要像隔壁GTN一樣藉由反派的嘴 來問玩家這段彈丸距離滿滿意 實際上他想問的是 用彈丸論破殺紙片人開不開心 畢竟沒有你們這些狂熱粉絲酒 沒有彈丸論破嘛 在這個紙片人也就不用這樣慘死下去了 蛤?我買遊戲是我錯了 你...你...你要不想揍你直說啊 那麽殺人殺得滿手是血 玩得轉人說去 是你們害死的那些學生 你們才是殺人兇手 你...不是...你... 咦? 所以說小高的本意思想讓玩家去思考 夢魂一首說的話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啊 希望玩家用自己的眼光去見證 事件的真實說白就是開放式結局嘛 但是他...但是他這個水平很明顯沒有駕馭豬啊 當然那層思想第一遍通關幾乎很難Gate到啊 搞了玩家怒火中傷 哪有你這種吃完你的MAR請客的啊 結局的意義不明 還放大了V3過程中的不足 由於小高先想按鍵 在填人設的創作模式呢 讓V3很多角色完全淪為了劇情工具人 他能用很莫名其妙的藉口 刀一個可能影響故事發展的角色 包括但不限於 為了讓角色成長 並且不浪費設計的機關 特地殺死無故的閨蜜 為了讓人能守挫黑科技的人退場 強行給人處無害的人套一個扯毒子殺人的動機 如果說彈丸3是純純的爛作的話 那V3在口袋這關就達成了系列最大二兩極分化 無數玩家直呼放飛小高 甚至讓他欠下了50部彈彎論破的作品 估計他這輩子應該是做不完的 總之在三合V3的雙重可悲打擊下 小高和剛在2017年離開了自己工作 將近10年的Speak 與小松其類高田一牙齒 以及打約鋼太陽一起 沉淹而自己的工作室TOKYO GAMES 雖說獨立的是獨立的 不過他們不會像白金那樣 說著就著就和老東家老死不相往來 他們還會和Speak合作推出作品的 但是小高他的創作水平似乎在離開Speak後 一直在走夏坡路 之後的作品都充斥了一股蟑螂踩進的味道 遊戲方面他負責的終結將領只能說是中規終局 而他提出創意由打約來製作的世界末日俱樂部 那催眠的效果也確實是直逼靈魂海克2 在動畫上小高為全員惡諭和TURLINE提供了原案 這兩部作品 這兩部作品雜說呢 全員惡諭或者我應該說全員弱智 更容挖坑不點看上了鬼火貓 TURLINE一個人直接淪為了流水仗石的手遊廣告 劇情莫名其妙便當個人瞎著辦法 最搞笑的是因為stuff表裡面最眨眼的海爾尼小高 所以觀眾乾脆也就繼續放飛小高了 幾年下來離開了《彈丸論破》系列的小高 多少有點失去網絡榮光 這或許人因為文字推理遊戲的日漸衰 畢竟卡布空都把巧舟關了這麼多年了 又或許是真的V3把他炸乾了 但不管怎麼說小高和鋼羽他的《彈丸論破》 始終是推理遊戲中最獨特的一顆心 所以當超偵探事件簿出現的時候說實話 我很期待作為一名堅定的絕望殘党 不覺得小高的花火很酷嗎 我覺得這太酷了 也很符合我對宇宙旅行的憧憬吧 那麼在這期批壞的最後呢 我們要送給小高和鋼一場太空旅行 祝超高校級雨漢員的小高和鋼人 一掃頹屍衝回巔峰 也祝超偵探事件簿不負中網再創輝煌 太歼了 太濃了 太濃了 不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